特朗普前私人律師、檢方關鍵證人 邁克爾·科恩 週一 13 日出庭 州區在特朗普封口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作證 邁克爾·科恩 週一出庭作證 在2016年大選前 據志圖要爆核色情名聲斯托米·丹尼爾斯 支付13萬美元 阻止他公開2006年與特朗普發生性關係的故事 他稱特朗普後來報銷了這筆費用 特朗普將向科恩支付的款項歸類於法律費用 在法庭上科恩將特朗普描繪成一個高度適應負面新聞的人 對樓下書面記錄極其謹慎 對他的員工代表他執行的任務 譬如向丹尼爾斯付款非常清楚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 特朗普的律師一直試圖將科恩塑造成一個不可靠的證人 一個心懷不滿的前僱員為報復而說謊 紐約時報13日公佈的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在賓州和衛斯康辛州略微領先總統拜登 在奈華達州、亞利桑那州和左州就明顯領先 CNN主持人范琼斯稱 一系列關鍵州的民調顯示 特朗普在六個關鍵州中的五個州領先於拜登 這個結果可以歸因於年輕選民反對拜登 這是一個警鐘 瓊斯說年輕人好不安 不單是加沙的情況 年輕人的經濟前景也好悲慘 我們沒辦法讓年輕人還清喝泰、防泰 瓊斯補充說拜登競選團隊 還必須在密爾、華基、迪特律和輝城等關鍵城市 以加倍努力爭取非裔選票 全球最富有的慈善家之一 梅林達·厄蘭奇蓋茲 13日宣布 他將辭去給以往梅林達蓋茲基基金會聯席主席的職務 蓋基金會自2000年以來成立 一直都是由他領導 年年59歲的梅林達在X平台發帖說 他為蓋基金會的工作感到非常好 慈虛聯合主席一職的決定並不容易 梅林達稱他是基金會的最後一天是6月7日 作為他離開基金會協議的一部分 梅林達稱他將額外獲得125億美元用於他的慈善工作 去計劃將這筆錢用於他正在進行的支持女性和家庭工作 工作人員13日引爆了一系列精心放置的炸藥 以破壞巴爾的摩坦塔大橋最大的剩餘降垮結構 隨著空隆隆的響聲和飛淺的水花 殘破的江架墜入了水竹 炸藥在爆破的時候發出黃色的閃光 並且冒出一股黑煙 最長的行架從各淺的達利號集裝商貨輪上倒塌下來 從蒜頭滑落形成一股水牆 這個標誌著工作人員向移出達利號賣出了重要一步 達利號在3月26日撞上了大橋的一支支撐柱 此後一直被困在大橋的殘骸中 加拿大西部野火產生的煙霧引發空氣質量恐怖 由於煙霧蔓延 全美四個州的部分地區13日營都籠袖在煙霧中 據加拿大官方稱 該國有146處活躍的野火在燃燒 其中數十處被描述為失控 在美國、孟大拿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和明尼蘇達州 都發佈空氣質量警報 13日公佈的空氣質量指數顯示 這四個州的空氣質量從中等到不健康不等 2012年 19IX錦ia 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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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座